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4号的大花莲 理邦新闻,我是石玉兰 吉岸冰城坐落在吉岸乡农会本部旁 透过收购花莲在地的农产 以不佳香料、香精方式 在85年成立的冰品加工厂来制作冰品 而为了增加效率以及符合卫生法规 花莲县政府向中央争取到了经费 在行政院农委会的协助下 补助农会将近千万元 近期内,泰换了冰品加工厂老旧的设施 期盼能够协助更多在地小农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民国85年成立 为在吉岸乡的冰品加工厂 透过收购花莲在地农产 以坚持不佳香料、香精制作成冰品 再由为在吉岸乡农会本部旁的吉岸冰城 建构冰品产业链的方式 让更多民众能品尝和选购 为增进效率及符合现行卫生法规 花莲县府辅导吉岸乡农会进行设备态换 在近日完工 4日上午,县长徐政卫 协同立委傅昆琪 在农业处长和吉岸乡农会 总干事张德琪的陪同下一同访试 冰品加工厂在85年设立至今 所有的机器都是以手动的为主 110年的时候 很开心得到行政院农委会 以及县府的补助 让我们的机器设备可以更新 那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农民 在农特产品生产过剩 或者是说要做其他的加工产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他加工成冰棒跟冰淇淋 让他们的附加价值可以提升 针对像现在凤梨次家 因为也是大产 中国大陆也不进的关系 那我们就希望说把凤梨次家 也可以加工成冰淇淋跟冰棒 让他们的保存期限可以增加 那生产的产值可以增加 那产期也可以延长这样 110年在行政院农委会约1700万元 华联政府约700万元 和农会配合款约700万元经费 依注下 态换吉安冰品加工厂老旧设备 包含冰品自动生产设备 卫生清洗系统和储存设备 未来预计将把台东生产过剩的 凤梨世家也运来加工 帮助产值增加和延长 期盼将要完成 视频验证的吉安冰品加工厂 能增加农民收益和强化振兴农业发展 开拓更多农产品通路 接着长方言贾安商报导